我们今天活动的诉求的话 纯粹是在呼吁说是 学认过后所有的价值观念 要回归道德、尊重伦理 跟端正社会风气的部分 那我们进行的活动是 进食就是进食静坐 静坐期间我们不饮食的 不饮食但是可以喝水的状况 用竭力进食的入库这方式 那我们会一直持续到 4月13日我们在这个场地 一样的场地 从自由广场这边办了一个 新道德运动的音乐会 我们对于福贸没有任何看法 就是我们尊重专业 因为我们的团体里面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任何关于福贸的态度 或那个立场 我们叫做白色正义社会联盟 而我们并不是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团体叫白色康乃星 我们的同样的地方只有在白色两个字 但是其实我们两个不同团体 一开始他们是由冲撞立法院得到了版面 那最引起我们去做一个结合 就是跟大家伙伴们做一个 有共识的时间点 其实算是在他们冲撞行政院之后 那这个真的就是已经凌驾于法治之上了 因为刚刚讲过行政院是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 也绝对不是你说冲撞就冲撞的地方 那我当天自己 我当天自己在电视机前面有看着那个现场的转播 我看到了凌晨四五点 双方的冲突都有 警方跟学生的冲突都有 可是到了隔天的重播的时候 新闻片段全部减成学生受伤 那当然那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看到这些画面的 人就会一面倒的去责骂警方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不平衡的报导的现象会误导很多大众的认知 这件事情是大事你是要报导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媒体专业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说媒体的平衡报导是什么 可是至少我知道我看到的现场 跟你们剪辑后的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是平衡了 对 那到底什么叫做平衡报导是应该由所有的主流媒体给予最好的示范来告诉大众说 平衡报导是应该是什么样子 平衡报导是应该是什么样子 平衡报导是什么样子